D D 第一個笑話 有一天小明在學校上羽毛球課 然後下課的時候,體育老師就叫小明說 來啦!小明! 拍子數一數,再拿回去還 然後小明就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好老師 下課了 聽到我 A農夫帶著他的雞去河邊 他的雞不停掉到湖裡面 湖中的女神就起來問他 他就誠實的回答他 就得到女神的獎勵 B農夫知道以後 也帶他的鴨子去河邊 把他的鴨子全部丟在湖裡 鴨子就誘走了 不好笑嗎 其實蠻好笑的 但是我誤過了 培翔 有看過中部有嘻哈吧 有 我們唱完饒舌的時候 通常我們做這個動作叫 My Jock 那抽衛生紙叫什麼 VJock 衛星爪 阿 阿 不是阿 好像沒有什麼觀點吧 阿有鞋印有中嗎 撞 My Jock VJock VJock 撞 阿 好痛喔 輪到我了 有一隻螞蟻 走在沙漠 為什麼沒有留下腳印 為什麼 因為他騎腳踏車 可惡 怎麼會笑 這不好笑嗎 OK 你先跟我解釋一下為什麼 沒有留下腳印 只有留下腳踏車印啊 阿 為什麼 跟蚂蚁有什麼關係 蛤 沒問題 因為蚂蚁為什麼沒有留下腳印 他在 在 因為他是腳踏車 那為什麼是蚂蚁 最後一隻的笑話 有一天 小女婿去餐廳吃飯 他吃完飯了之後 覺得 牙齒怎麼卡東西啊 他想找牙親 我跟他找不到 然後於是他就看到老闆娘 他在旁邊剃牙 於是他就走過去問老闆娘說 不好意思老闆娘 你知道牙親在哪裡嗎 然後老闆娘就鞭剃牙 他就在小女婿說 喔 牙親喔 在哪裡啊 今晚 因為他 小明以為老闆娘在剃牙 結果他 喔 這樣他聊 嗯哼 有一天 小明跟醫生說 醫生 我要多久才能讓小弟牙 醫生跟他說 一個月後 小明就說 真的 可我本來就不會來 一個 兩個 tuna 卡 恩哼 唉啊好笑喔 這咖啡好強喔 有一天大家都在吃飯 然後三角形他始終不吃 為什麼你都不吃飯啊 然後三角形就回答大家說 我等餓了再吃 餓了台語怎麼講 等腰三角形 完勝 真的很痛耶 為什麼你都不會笑 不行我下次還要再挑戰你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社會搶先看按鈴鐺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傑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下次再看我弄中他